第一个就是是健康的问题 郭先生就是在监狱里面 他的健康的情况 已经就是威胁了他的健康 以及参与辩护的能力 所以他有提到很具体 都是有哪些情况 他的这个左边的脸 有那种针刺般的这种疼痛 而且呢就是一直到这个下巴 然后一直到他的后脑勺 然后一直到他的脖子 然后呢他经常会感到 就是右手的这种疼啊麻木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会经常 就是感到他身体上遭受的一种病痛 长期的这种病痛的话呢 势必会影响到他的健康 以及日后参与这个庭审的 为自己辩护的能力 就是他的牙疼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胳膊手疼痛 就我了解就是律师在说 他疼痛呢 这个最严重的时候 就矿泉血的瓶盖就打不开 对就是这个胳膊就痛到这个地步 其他的这个具体的状况 我们不清楚 但是显然已经是很严重的地步 就是因为他就是疼痛会引起 就是一阵一阵的晕厥 导致他不能够入睡 大家知道如果人不能够充分的睡眠 或者休息不好的话 对健康也是一个严重的一个伤害 所以呢就是这种长期的这个疼痛 就是说影响到他的思辨 以及集中的就是注意力集中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是对庭审的质量会造成就是威胁 据我了解他的这个医疗的条件 还有医疗的这个时效性 肯定不能跟外面去比 你比如说他有疼痛的时候 他这个很紧急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在家里 你一个电话可能五分钟 九二就到了 在那个地方可不是像这样的 那有时候就会可能会耽搁 耽搁这个治疗的这个时间 时效是吧 是的 其实我们在看到呢 这个法庭文件也有专门提到 就是像郭先生 他目前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呢 MDC现有的这个医疗条件 是无法进行 所以从健康的这方面来看呢 郭先生的律师团队要求 就是郭先生能够尽快 就是得到释放 同时呢 也能够享有他应该得到的照顾吧 对 你看他是medical treatment 是的 要治疗 不是说只是预防 而是他本身现在有一些状况 他需要治疗的 我觉得他有什么彩虚拔的 是让他在拾小医疗里面